採取我身边的嘉宾 是要财政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王伟豪、Wafi Wafi早安 Wafi先和大家看看昨晚欧美股社表现 美股方面做好 美国上月零售销售上升1.1% 好过市场预期 美国第三大银行花旗集团基本盈利 也较预期好 刺激美股上升 杜瓊斯指数收射报13,424点 升了95点 纳斯达克指数报3064点 升20点 标准普现500指数方面 报1440点 升11点 花旗业绩好 其他金融股也有支持 今晚将会公布的业绩有高盛集团 收市时间也升了3.6% 欧洲股市方面做好 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5805点 上升12点 德国股市方面报7261点 上升28点 法国股市报3420点 上升31点 油价方面走势 国际油价是个别发展的 纽约11月旗油收市报 每桶91.85美元 跌了1美先 最低曾经跌到89.79美元 随后投资者忧虑中东紧张的局势升级 油价修复部分失地 伦敦布兰特旗油方面收市报每桶115.8美元 升了1.18美元 升幅达到1% 外围金价就跌到一个月的低位 美国上月的零售销售和周末的时间 中国公布的贸易数据都较市场预期理想 投资者对国国央行推出更多经济宽松政策的预期降温 不离金价表现 纽约12月期金方面 收市报每桶1,737.6美元 跌了22.1美元 跌幅超过1% 上个交易日的走势方面 欧美股市都是做好的 金价方面 因为刚才提到的担忧 不会再加推一些更宽松的货币政策 令金价售额跌下来 不如先说美股 昨晚美股表现好 最主要是说到花旗业绩理想 金融股方面带领大市上升 加上零售销售数字 比市场预期好 去到三个月的高位 其实见到美国方面的情况 零售销售做得这么好 会不会见到都是贵截性因素 大家都说其实是上个月 因为iPhone5的销售大动了 令到当中有这个因素存在 当然的确在现阶段不能完全排除 这个国别月份的好 就等于在一些国别因素带动 所以见到首先 一定是这样看数据 就不要说只凡一两个月的数字好 就觉得整件事 演变成一件好的或者向好的因素 都需要看回长小时间 例如几个月连续有个不错的升势 或者连续有个不错的反弹 才能够判断整件实质的情况 有个改善 你见到其实上个月的零售数字 就是升1.1% 好过预期都是年升三个月 也变相更加来说 好又好在是上条8月的因素 8月份由原本0.8%上条1.2% 这些来说全部是比市场一个比较好的信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以美国来说 整个经济活动占三分之一 一个零售或是非得开支方面的因素 所以变相如果这个数字好 其实挺演变得到美国实际的经济 是否有个慢慢进一步 去到有个好的增长 或者好的向上 但当中解读上个月的数字 突然间会比较好 或者叫做预期为之好 当然一个因素就像你所说的 iPhone 5 几个因素 iPhone 5 来说就是上个月 9月中下段开始 是推出市场销售 特别那一刻出来那一刻 其实销量是高得挺重要的 特别美国方面本土也是 所以变相看到当中 整个零售数字刚才说到 升1.1% 但以东京细数来说 其实相关电子产品销售来说 更加是急增了4.5% 其实是一年里面最大的升幅 可以看到这一刻 是由iPhone 5 完全是带动了这个数字 叫做标了上来 而另一点就是上个月来说 大家都知道 月初欧英网放水OMT计划 到月中后段 到美联储的QE3等等 这些环球欧英网放水 变相间接来说 令到油价在那一刻 都飙升了比较多的水位 油价升的时候 当然这一刻 刚才说到的 美国消费活动成三分之二 当然包括对油的消耗或用 而油价升的时候 自然带动的相关数字 也比较大 所以如果上个月的数字做得漂亮 我觉得挺在乎iPhone 5的销售 和油价方面的上升 但这一点 是否判断 刚才刚才说 是否完全改善了 或者需要留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我觉得挺需要 留意今个月十月份 究竟数字有没有明显急跌 或者跌下去 因为今个月就没有相关 iPhone 5的销售 或者没有相关新的电源产品销售 甚至有价格 近期都比较反复下来 所以如果今次 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 留意今个月的数字 才判断到 实质零售或消费层面上看 是否有明显改善 另外 其实见到 美国近期公布的数据来说 其实都挺令人鼓舞 尤其是最近公布的 失业率数字 回落了0.3% 见到市场方面 对这个数字非常鼓舞 今次公布的零售销售数据 又好过市场预期 其实11月 美国就大选了 其实这些利好数据 其实会不会为选举造势 还是美国的经济来说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差 如果你说现阶段 究竟这个情况 是否造势 或者是否政治层面上看 其实现在市场上的看法 仍然挺两体 后面有个有趣之处 就是见到 在上个月推出QE3 但推出QE之前 其实连续几个月 例如就业数据等的数据 全部都是比较差 或者比较令人有忧虑性 变成那一刻市场的气氛 或者反应来说 都觉得非推QE3不可的因素 但当推出QE3之后 立即这个月推出的一个就业数据 就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当然你问到是否有QE3的因素 令到就业数据那么快的改善 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微一点 因为如果看回日子上看 QE3推出九月中下段开始出 但可能是十日左右的时间 整个九月来算 会不会十日来说 可以完全扭转整个就业数据 这一点当然大家都觉得 是可能性比较微一点 所以变成是否因为 QE3令到就业数据或数据上 比较比较映上来 其实这一点大家觉得是比较微一点 反而反过来看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是否有少少的一个手段 或者背后看回 是否特意压低早几月的数字 令到QE的通道可以大开 之后才会调升过往数字 也好或者数据才会比较美一点 所以其实也不能够排除 譬如其他的候选人 譬如努莫尼尔等等因素 去到就这些事件 是要平击歐巴马或者美元处 是否有少少做这些数字的因素 所以现在我觉得 你说怎样判断实质美国经济 是否真的准这些数字看得到呢 我觉得是比较难说的 因为其实随时这个月差 但下个月好 甚至可以调升这个月的数字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判断 数字当然一个参考的作用 但是否完全质重数字 判断美国经济或者股市升远跌 这对比较难说一点 甚至我觉得 如果你想明朗化一些 或者清晰一些的时候 有个机会 可能等待大选之后 等初步所有的陈诺落定 或者真的有国后选人 真的当选了之后 我相信才会有件事 是比较有个 开始有个平息的 另外 其实见到今个月的数据来说 除了没有美国公布的比较好之外 中国公布的出口数字 也做得相当不错 就上去10%流上 其实昨天外围金价 就是因为这些相关的消息而下跌 最主要都是投资者 觉得会推出这么多的 自己经济政策的期望方面 就会落空 所以外围金价就回了下来 如果经济不断好转的话 金价方面 大家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态度去看呢 其实金价近期有点反过来看 好像早前也是 特别上个月也是 看见金价由8月底下跌1600元左右 上到之前最高的1800元的时候 这200元的升上完全因为 推出各个的量寬措施去带动 而推出量寬措施在背后 正因为实质经济比较弱 或者实质经济不太好得 才会这样做 所以其实那一刻是经济差 令到金价才会上升 但是到这一刻 去到1800元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一件事 当实质经济数据出来比较好 或者比较理想的时候 就像英雷谷所说 刚刚过去周末出的进出口数据 像是昨晚美国零食出口数据 都会比较好低下 令到大家觉得 未来再进一步量寬或再进一步放水的机会 是比较小一点的时候 即将金价的调头会落 所以我相信在冲高完之后 现时乱金价 除了一个急升之后的调整格稿 我便想看看再看看 大概1720元左右这边位 能否叫做收得住 如果只是守不住 相信有个再进一步下市的机会 好 谢谢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一节回来 仍然是开市錦囊的环节 会和Wolfi方面 看看恒指的最新表现 恒指方面 现在升至44点 报21192点 下一节见